我忘了 嗨 大家好 我是迷雪小楓 我們今天要來做韓劇金秘書裡面很推薦的西瓜雪碧 好重 然後除此之外我們還要自製其他氣泡飲料的版本 我個人很期待蘋果西打 好 來切西瓜 切 加冰塊 一個正常版的加雪碧 一個特製版的加可樂 有點嗨耶 還有夏天海邊的感覺 這個是正常的雪碧西瓜 這個是加了可樂的西瓜 我覺得看起來有點難吃耶 我想先吃一個正常的 好 很搭耶 意外的搭耶 西瓜汽水這種東西怎麼沒有人說 對啊 超級好吃 這個是加可樂的 可樂的看起來有點像 藥 剛剛吃下去有一種吃熱冰的回憶 有吃熱冰的感覺嗎 你會覺得你在喝可樂的 可是它又不是可樂 它有一個味道 很奇怪 它產生了一個化學反應 它現在不是西瓜也不是可樂 它是別的東西 蘋果西打 黑松沙士 紅牛 好香喔 蘋果西打 欸不對這沙士味 蘋果西打 太吃了 紅牛味道好重喔 我整個都只有聞到紅牛味 它還是蘋果西打耶 它們兩個分很開 沒有融合 沙士 沙士 沙士也還是沙士 你們本身它們飲料的味道 已經很有特色了 容不下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它再泡一點 泡久一點 應該會更好喝 沙士是好喝的 我推薦沙士 泡久一點 泡久一點 這我覺得 味道更重 飲料本身的味道已經不夠重了 不適合再加西瓜 因為西瓜加進去變成西瓜 它是一個 好像更沒有味道的東西了 然後就會覺得它很多 好難喝喔 好難喝喔 我怕 沙莫拿回 雪碧口味 那試吃完以上這五種嗎 我們一次覺得 最好吃的 最合的 果然還是 西瓜 西瓜 因為雪碧本身它 味道沒有很重 對 所以它跟什麼搭 好像都蠻搭的 難怪大家調酒 才會用雪碧去調 而且顏色搭起來也最好看 真的 這個蘋果西打口味的 我覺得是我的第二名 因為蘋果至少跟西瓜 還是一樣 同一種類的東西 都是水果 這樣子 然後它本身也不會味道很重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那你的第二名是 我的第二名是沙士 為什麼 我講得出來我就覺得 欸它蠻好喝的 就是本身的蝦士就加分加分 對喜歡蝦士 然後我剛剛再喝了一個 我們泡很久的可樂 味道變得更奇怪了 這個對我來說是 就是很微妙 然後這兩個是 因為飲料本身 味道就很重了 所以我覺得不太大 這個奶盒 以上 這些就是我們今天 全部做的消暑西瓜 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還有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有什麼想出的話 都可以在留言來告訴我們 然後對 開小鈴鐺 想要追蹤我們更多生活照片的話 歡迎去追蹤我們的IG 如果你還有試過什麼樣其他的搭配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